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许法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卢比 今天咱们的标题就是 大家请看 使用对象的属性 什么意思 咱们上期使用了对象的方法 今天咱们也该使用属性咯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属性存取器 它定义可存取对象的属性 听起来又像天书 咱们马上看一下具体的代码吧 今天这个代码和上期一样 我给您定义了一个游戏 Game类 然后上期咱们是四个函数 今天咱们只有两个函数 内容和上期的完全一样 一个是构造器 传一个游戏名称 传一个价格 售函数把它们打印出来 但是注意 和上期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在这 在最上部 我定义了一个可存取属性的一栏表 目前看 只有Price属性 可以被外部存取 Petal 我给它备注起来 这样一会咱们再看代码中 可以看到它们实际的一同 效果的不同 好 咱们再往下看 我定了一个My name的变量 然后直接寿出来 因为我这个new的构造器 没有传参数 所以这个寿 应该是显示怪物猎人200块钱 好 接下来大家注意 我用到了上一期的知识 接下来我打印 Title 就是这个标题 是否 大家请看 上期咱们用到了Response 2 什么意思 Response 2就是说 这个对象的属性 或者这个方法 是否可用 它会返回一个 是否 返回一个不耳直 如果这个对象 或者说如果这个方法 这个属性 或者说是方法可用 它会给咱返回Tro 如果不存在 会给咱返回False 那么我这两行 就是判断 咱们当前MyGame 这个实例的Title属性 Price属性 是否可用 那么 如果它可用的话 那怎么办 大家请看 Price肯定可用 对不对 所以我就给它 附上一个新值 然后再次输出 那么Title不可用 对不对 那么我在这 如果用一下 会怎么样 会报错吗 对不对 好 咱们空口无评 我现在马上运行一下它 把它拷贝过来 稍等 第六课 然后在这建一个 Test.Ruby 拷过来 好 咱们现在运行一下 这段代码 稍等一下 我先把不必要的代码 屏蔽下 然后咱们一点一点的打开 Ruby的这个备注 是用这个警号 和其他的C不太一样 一般都是斜线斜线 对不对 好 咱们运行一下 我是Test.Ruby 所以咱们这敲 Ruby空格 Test.Ruby 回车 和咱们想象一样 这个My Game Show 会把咱们默认的两只 打印出来 没有问题 接下来这两行 干嘛的 就是说判断这个My Name 这个实例的 Title属性和Price属性 是否可用 是个不耳直 咱试试 我这再运行一下 大家请看 Title is false Price is true 什么意思呢 这个属性 Title我现在不能用 但是Price可以用 那么咱们就用Price 我把这价格变成150 有200吗 变成150 同时再输出 咱们看一下是个什么结果 再运行 大家请看 输出了 标题没有变 怪物人世界 然后价格卖多少钱 150 由刚才的200 变成150 所以咱们外部 可以直接存取到 这个属性变量 成员变量 那么好 Title能不能用 我这直接试一下 因为我在上面这个地方 没有定义出 Title可用 但是我在 Lay的使用时 确实也用它 那么程序会给咱 怎么运行呢 咱们试一下 Go 肯定报错 对吧 为什么 没有Title这个属性 对不对 如果有肯定能输出 没有的话 肯定又报错 好 那么咱们怎么使用呢 在这地方 大家注意看 把它打开 这样一来 Game这个方法 Game这个类 会有两个可存取的属性 一个是Price 一个是Title 现在这个程序 应该不会报错 咱们试一下 Go 请看 一开始是怪物猎人 卖200 经过咱们一番修改之后 变成超级妈聊世界了 卖150 然后这两个属性 都是True 说明这两个属性 都可以被外部 直接访问到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代码的例子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今天的代码 我都放到了 看中的服务器上 供您下载参照 那这个视频 也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